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美食家 就像槐石料理一样将当季的蔬菜把它发挥到零零记质哦 那么我们就运用美食家的品味 大量的采用当季的蔬菜 以及菇类在不同的季节里品尝当季丰盛的美食吧 那在这次日盐盐的夏天中 哪样蔬菜是最适合的呢 那当然就是苦瓜咯 对苦瓜的苦味和清炒味着迷的人 一定等这个季节等到不耐烦的吧 料理方法当然就是咸蛋炒苦瓜最佳 或是加入蛋、豆腐、猪肉等高蛋白值的食材一起调理 食用汆烫后再凉拌也很好吃 加入少许的醋还能够提升降血糖的效果 其他像是红椒也对降血糖也很有帮助哦 那么在秋高气爽的秋天里 此时不得不提到超赞的降血糖食物呢 那就是五菇 但其实呢 菇类素来就具有抗癌、抗菌、降血压的效果 但是五菇在降血糖方面的功效 可以说是所有的菇类之冠遥遥领先啊 那五菇呢 不只具有膳食纤维 其中呢 还有独特的萃取物 五绒筋和多聚糖 五绒筋可以提升免疫力 多聚糖则能控制胆固醇 跟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除此之外 还含有各种的维生素 烟碱酸 美 腥等等 而且不含卡路里 所以可以尽情的吃哦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 多聚糖很容易在水中溶解 或是遭到破坏 所以尽可能不要水煮 那也不要加热的太久哦 那我们夏天要吃的呢 就是清热解毒的苦瓜 而秋天呢 就是比较少听到的五菇 可是五菇 可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哦 没错 那么下半节目呢 就告诉大家另外两个季节里 我们要怎么运用当季的蔬菜 来让我们有效的降血糖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